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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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的事儿啊 根据不少网友爆料 六元这款名牌包 少说也有几万软媒币 哎呦这是限量版 那价值十几万都不算高呢 此处自然也没少黑粉 掌口就骂 作秀一天天作秀 还有名侦探网友系列发声 摆拍吧 第三张连包都没了 哦 信息量貌色有点大呀 难道这就真相了 其实啊 不管是不是摆拍 买水果拿名牌包并不稀奇 但是哈 六大妹子每次出现都穿着很性感 对此直瓜群 这么羡慕嫉妒狠的吐槽声 还真没少 前几天呢 柳妍为宣传好友电影 所挖掘及上天 又露细腰 还换了一套又一套制服和打伙互动 妥妥地引来现场朋友的强势围观啊 但这一穿看下来 就像这位网友说的 哎呀不冷吗 穿这么少 本工具只想说句不成熟的小建议 穿多穿少不是关键 能力强人品家才是重点 对不 要问圈中最惊艳的小花是谁 无疑就是赵丽颖了 忙到没时间谈恋爱也就算了 这两天书记人发现 他曾经坚持不用替身 从马背上直接摔下来 就是他骑马 中箭死的一场戏 在拍的时候呢 就突然那个 就是这个马是稍微有点受惊 有点受惊 他直接就摔到地上了 从受惊的马背上摔下来 到底会有多痛 看看银宝你就知道了 趴在地上根本起不来 埋头在工作人员怀抱中的银宝 应该是疼得在哭吧 看到他紧抓衣服的小手 还真是忍不住心疼啊 其实早在这次摔马之前 银宝就因为拍戏长时间站立 腰椎不太好 与他合作过的关志斌就曾爆料 疼得都站不起来了 还要坚持演戏 这敬业态度必须要给小红花呀 其实就算身上有伤 赵丽颖拍戏时还是坚持不随便使用替身 不论文戏武戏 只要自己能拍就坚决亲自上阵 联想前段时间他还用纹身体来遮挡腰伤 真是辛苦了我的赢宝 这个周一刘诗诗离开老东家唐人耍评一整天 正巧他跟陈卫婷的新举 也在这天开放探班 碰到正主 大家自然要向刘诗诗求证 我们的确是快到冤满的时间了 然后呢 也的确是因为 我觉得我的年龄也 不少了 然后是觉得说 可以让自己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 过人是一事一关聪聪啊 当年的唐人三宝 如今只有五个艺人了 时时准备离开唐人 老公吴曲龙虽然是相当支持 在这一点上 我老公也觉得挺支持我的 也希望我可以 有一些自己的事情来做 对于网传的和开夫妻店 时时也耿直回应 我跟我老公真的不是 不能说是夫妻党吧 因为毕竟是夫妻 他一定会帮我 但是 更多的事可能是 自己来做一些事情 多次强调做自己的事 难道小狮子也准备要跨界了 毕竟这部新剧 已经开始涉足投资了 其实是不是也作为一个 投资人的身份加入这部剧 你发现了 有 从刘诗诗的回应中 不难发现 他很享受混好生活 做一个我老公 又一个我老公 几好都不要太甜蜜啊 而老公吴奇龙呢 也是圈中典型的宠妻狂魔 不仅赞同诗诗的决定 就连他拍亲密戏 又是相当支持 探办中 陈伟婷坦诚 跟诗诗拍吻戏压力山大 可能龙哥嫁差的时候 反而不是他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不好意思吧 所以我会有一点压力 谁知诗诗笑着爆料 然后他发现了以后 就是没有关系你好好拍 然后到现场以后 就找不着人了 为了让自家老婆放心眼 正好当天去探办的吴奇龙 甚至还选择消失不见 也是放心的很呢 又这么支持爱自己的老公 试试你真的是假对了哦 嗨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 让女王抱不完的料 和吐不完的草 都在这里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